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孟盛姑娘 生得这么标致 平时吃的喝的肯定都是上乘啊 一般都是客人点什么 我们就吃什么 本以为这杏花楼卧虎藏龙 又有什么压箱底的大招了 没想到原来竟是个纸老虎 情报到手 你了 前面就是新花楼 给我搜 是我 怎么是你 你怎么样了 没有 你们干什么 把头抬起来 头抬起来 呦 这小妞长得不错嘛 走 小妞 回头大爷点你啊 没礼貌 没礼貌 走 看着她认真的不来 我感觉好不能好幸福 多希望世界 能永远停留在这一刻 如今肾上病重 太师全今朝野 必须尽快杀到玉儿 以免落入太师手中 谁能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 如果迫不得已 让我只能选择一样 奴家告退 我想 我已经知道心中的答案了 烟熏庄 最大的作用就是 加深眼尾 放大双眼 这一次 我要更前卫更大的 吸引他们的眼球 别动 我要让古人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时尚 首先是爆炸头 通过烫饭 使花姐整个头发都蓬起来 简称 啊 花姐 一个时辰之后我叫你啊 你先睡会儿 保证还你一个惊人的发量 至于衣服上吗 也要进行创新 我也能呈现出一场别具一格的环保时装秀 今夜全场 好看呢 好看呢 好看 如此衣着实在难以欣赏啊 我宣布 第二场白头 杏花楼盛 不知道他那边 一切可还顺利 他现在 他现在 在做什么 好喜欢你啊 说什么选择 原来我的心 早已替我做了决定 李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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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姑娘 姑娘你找谁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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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